新城鄉在這個星期假日 一連有三場部落瘋年祭舉行 分別是家裡部落、家陵部落還有家庭部落 來自外縣市工作的族人回鄉參加一年一度盛世 鄉長何禮台特別重視阿美酒的傳統文化 也執政了文化禮金 家陵部落好不好? 好! 新城鄉部落瘋年祭則是在家裡部落熱情登場 來自外縣市工作的族人們 紛紛回鄉來為印尼獨盛市 而第七場則是在家裡部落 雖然阿美酒人口不到一千人 部落千人們擬去力量找回大家團結一心 來為活動來加溫 加星部落則是從下午三點開始辦理 在頭目部落其勞和部落青人們帶動之下展開最活躍的一天 今天下場何禮台表示鄉內阿美族總人口數有四千兩百七十四位 占了鄉內總人口數四分之一強 其中鄉公所也相當重視各個族群文化傳承的工作 並列預算辦理各項文化記憶 鄉內從7月15號辦理貿人記活動 公所也全力協助辦理 同時也執政文化禮金來全力支持重視阿美族文化 而在八場活動當中也可以看到部落青人們開始參與文化活動 來帶動部落傳承自己的文化 讓阿美族的傳統記憶活動能夠帶來相傳 致電中心再為了 同時的問題